各位,你现在看到的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拍到的第一组外星人镜头 这是2008年土耳其一名警卫在夜间值班时拍摄到的画面 该照片显示,一架不明飞行物的顶部天窗里 依稀可见两个灰色人形生物 原来,外星人的长相和流传已久的小灰人竟如此类似 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各地的UFO目击事件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拍到的照片也不计其数 但在我的印象中,能直接拍到外星人样貌有真实可信的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那么,该次事件在当年可以说是非常的出名 引发了整个UFO学界的震动 而网上对该事件进行解说的视频也有很多 我大概都看了一下 发现他们大多把焦点聚集在新闻报道里 外星人出现的那短短一分多钟的视频里 其实,那名警卫从2007年到2009年的连续三年时间里 一共对同一架飞碟进行了20多次拍摄 累计的视频长度超过半小时 在这些影像资料中,外星人形象不止一次被捕捉到 所以,考虑到该事件的重要程度 我觉得有必要单独做一期节目 专门讲述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同时,也会把值班警卫拍到的所有影像资料 向大家一一展示 大家好,我是灵溪 今天我们来讲土耳其UFO事件 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库姆伯格兹 这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省下辖的一座海滨小镇 以其美丽的海滩和度假村闻名 它的旁边就是风光秀丽的马尔玛拉海 我们把时针拨回到2007年6月22日 这天凌晨4点,一个名叫亚尔辛·亚尔曼的夜班警卫 拿着他刚买的佳能摄像机拍下了眼前这段视频 可以看到,通过不断放大画面 他锁定了远方一个不明物体 只见该物体悬浮于马尔玛拉海上空 月光照射在它的表面 让我们能大致看清 这是一个有着典型圆旁状外形的不明飞行物 由于距离很远 加上是首次DV拍摄 所以画面抖动得厉害 第二段视频拍摄于一个月后的7月24日 画面显示 马尔玛拉海上空有个散发着 橙黄色光芒的物体 可能有人已经注意到了 视频显示的时间是下午5点18分 可视频中的景象看起来黑乎乎的 像是黎明时分 所以后来有人就以此为由 认为亚尔辛在造假 我这里解释一下 根据技术专家后来的调查 亚尔辛使用的是佳能的一款NT TSC制式的摄像机 他在内置电池耗尽后 需要重新手动设置时间 而亚尔辛又不懂英文 分不清AM和PM之间的区别 将两者搞混 其实这段视频的确是拍摄于凌晨5点18分 那么该次拍摄结束后 仅仅过了两天 两天后的凌晨4点50分 他再次在马尔玛拉海上空 捕捉到了该架飞碟 请大家注意飞碟的顶部 此时看起来是闭合的 不过后续的影像资料中 它会打开 第四段视频拍摄于同一天 仅仅发生在第三段视频的几分钟后 画面中显示有一个 橙黄色不明物体 从陆地飞往马尔玛拉海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 拍摄于8月1日凌晨 可能是摄像机参数设置的缘故 这次的飞碟变成了金黄色 而且可以看到顶部天窗已经打开 不过里面黑乎乎的 看不清有什么东西 第六段视频拍摄于8月10日凌晨 这次显色已经恢复正常 月光打在飞碟右半部 呈现的反光说明 其材质应该是某种金属 接下来这段的拍摄时间是 8月24日凌晨4点01分 亚尔辛在空中再次捕捉到一个 发光的不明飞行物 随后的放大画面显示 还是上次的飞碟 只不过这次飞碟顶部和左右两边 都亮起了灯光 那么这次拍摄结束后的半年多时间里 亚尔辛没有再拍摄到飞碟 具体是因为他个人原因停止了拍摄 还是飞碟一直没有再出现 不得而知 时间来到次年5月份 先前的那架飞碟再次在马尔马拉海上空现身 画面中显示 月亮下方出现了一个发光的不明飞行物 可能是为了表明飞碟所处的高度 亚尔辛把镜头移到了月亮身上 但由于失焦 此时的月亮显得非常模糊 于是他又把镜头重新挪回到飞碟身上 此时将画面定格可以清楚地看到 飞碟顶部的窗口已经打开 而且里面似乎有两个灰色的物体 两天过后 该架飞碟再次现身 这次顶部天窗已经关闭 而飞碟右半部明显有两处亮光 从画面判断 这应该不是月光反射 而是来自飞碟内部 类似的画面也出现在6月份的视频中 6月6日凌晨2点拍到的视频显示 飞碟顶部天窗里面灯火通明 但是这次已经看不到先前的灰色人影 两天后也就是6月8日 这次天窗打开 但是内部灯光已经熄灭 在月光的映衬下 画面中显现出两个灰色人影 由于这次拍摄相对比较清晰 所以技术专家后面将对这一段进行具体分析 接下来两天 亚尔辛也有所掌握 这两次拍到的画面都显示 有一个橙黄色UFO飞行于马尔玛拉海上空 时间来到6月16日早上5点24分 亚尔辛拍到了马尔玛拉海上空 出现了一组灯光 灯光没有移动 而是悬浮于海面上空 由于起雾的缘故 所以从画面不好判断 这究竟是什么 而下面两段分别拍摄于7月4日和8月30日 左边的显示 一个不明光球出现在海洋上空 右边的则捕捉到了两个发光物体 下方的两掌灯光 应该是光线在海面的反射 次日亚尔辛又拍到了那架飞碟 从视频中的声音判断 当时应该在下雨 这次的镜头捕捉到 飞碟顶部的天窗部位 似乎有一团光线在流动 而左右两边的窗口也能清楚地看到 时间来到2009年 这一年是亚尔辛拍摄的最后一年 第一次捕捉到飞碟的时间是 5月13日凌晨2点20分 画面中显示还是先前那架飞碟 这次顶部天窗再次打开 可以看到两个灰色人影出现在画面中 所不同的是 其中一个似乎穿了一条绿色衣服 注意从这次开始 视频加入了稳定技术 所以你能看到飞碟相对静止 抖动的是整个边框 而在5月15日的视频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现场除了海浪声外 还有狗在叫唤 显示的时间是凌晨4点59分 拍到的依旧是那架飞碟 一分钟过后 飞碟突然点亮了四掌橙红色灯光 之后随着镜头慢慢拉远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黎明时分的马尔马拉海 这次拍摄能很好地说明 飞碟不是亚尔辛的近距离模型摆拍 时间又过了六分钟 画面中出现了一只狗 只见它对着远方的灯光不停地吠叫 可能它早就发现了情况不对劲 接下来的视频拍摄于两天后的5月17日 可能是孰能生巧的缘故 马尔辛的拍摄手法显得越来越熟练 在这次拍摄中 他多次放大缩小画面 来表达飞碟所处的大致高度和距离 旁边还能清楚地看到月亮 而该段视频的最后几帧画面显示 飞碟顶部的天窗已经打开 一个灰色人形生物似乎正坐在驾驶餐内 那么以上就是亚尔辛亚尔曼从2007年到2009年 拍摄到的所有影像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09年 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一次国际不明飞行物会议 之后 UFO专家罗杰莱尔随同另外八个人 亲眼目睹了亚尔辛拍摄飞碟的行为 他们当时观察到一个奇怪的圆旁状物体 在明亮的月光下盘旋于空中 罗杰莱尔在去世前因为此事 曾接受过多次采访 我们来看看他都说了些什么 cravings因为原来甜来黑波泽尔 breaking气 始终乱软塔 两人人这样的 胸围 是焉嘴 Knowing 超就 not 在 front of the craft, there appeared to be three windows, viewing ports, 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them. And standing in these viewing ports were typical bumper sticker of Grey Indians. And I saw this and I looked through the camera myself and unfortunately recorded it. That video went to university in Istanbul and went over extremely intense scrutiny by the Turkish government. And then the video was also sent to the UK and several other countries to analysis. 我这里捋一下时间线,视频在07年刚刚拍摄的时候,就被亚尔辛送到了土耳其天狼星不明飞行物研究小组, 引起了那里UFO专家们的重视,所以才有了刚刚提到的八个人目击飞碟的案例。 那么当时这些资料也曾被寄给伊斯坦布尔大学,土耳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和土耳其国家天文台。 起初,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的人不以为意,以为这又是一次无聊人士的恶作剧, 所以就抱着打假的目的对原始录像带进行了仔细审查,然而最终他们找不到任何造假的痕迹。 给出的报告声称,视频不是CGI动画,也不是工作室以任何方式模拟的特殊效果。 被拍到的物体具有明显的物理结构,不是飞机、直升机、金星、火星、卫星、灯笼之类的东西。 提供的影像资料真实可信。 当然了,作为官方机构,他们也不敢断言不好承认拍到的东西就是飞碟,就是外星人。 但我们作为吃瓜群众自然很清楚拍到的究竟是什么。 那么这些视频后来已经公开立刻在全球UFO圈引起了渲染大波。 既然视频是真实的,有人就质疑拍到的这个东西绝对是一艘游轮的顶部餐食。 他也给出了照片对比,把两者进行比较的确是非常相似。 为此,有技术专家专门对此进行了分析。 从2009年5月17日拍摄的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月球和飞碟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中。 这就为计算飞碟的高度建立了基础。 专家采用了一款名为Stellarim的软件。 只要在里面输入具体日期和坐标,就能确定目标地点月亮所在的高度。 那么软件显示,当时的月亮高度为12.3度。 而标准的天文学规则是,两个月亮直径约等于1度。 于是,用三角测量可以得出飞碟当时所在的仰角为7.9度。 而如果这是一艘游轮,基本不存在仰角的问题。 所以,这就排除了游轮的可能性。 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vesselfinder.com这个网站调阅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活动。 在输入日期后,显示当时摄像机的拍摄范围内不存在任何游轮或者游艇之类的船只。 这个结论也进一步驳斥了游轮的说法。 那么,事情后来,原始录像带被邮寄给了智利一名全球顶尖的视频分析师进行分析。 他的名字叫马里奥·巴尔德斯·圣地亚哥。 首先,当然要确定视频的真假。 马里奥对视频进行了逐针的分析,结果并没有找到任何作假的证据。 于是,他开始着重分析画面中出现的类似于生物的东西。 那两个灰色人影,真的是外星人吗? 通过添加滤镜和增加亮度,图像变得越来越清晰。 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能看到右边的小灰人有一个轻微的低头动作,似乎在记录什么。 而左边的轮廓显得比较模糊。 为此,马里奥继续动用各种手段让之变得清晰,结果就得到了以下这些图片。 可以看到,这个小灰人的眼睛真的是大的出奇。 我不禁在想,他们的母星光线一定是非常昏暗, 不然为什么会进化出如此夸张的眼睛呢? 事情还不止于此。 通过后续检查,马里奥还发现了更加惊人的事实。 他在先前那张图片中,总感觉画面中还存在另一个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似乎在移动,于是他再次检查整个视频, 并以不同的速度和特写镜头将观察点集中于该区域。 结果得出一个结论,画面中的确存在第三个生物。 这个生物在形态和肢体动作上和灰人截然不同。 马里奥描述,它拥有昆虫类的特征,确切地说非常类似于螳螂。 它的脑袋没有灰人的大,呈三角形。 它也有两只又大又黑的倾斜眼睛位于头部两侧。 马里奥认为这个东西的移动速度很快,所以在画面中显得比较模糊。 那么这个东西究竟是小灰人的宠物? 是某种生化机器人,还是另一个种类的外星人呢? 真的是让人浮想联翩。 如果真的是另一个种类的外星人, 那就说明高等文明之间很可能存在一个联盟。 只是人类目前还达不到那个层次,所以被拒之门外。 好,回到我们的故事。 如果你以为这就算完了,那就错了。 因为马里奥在视频中还发现了第四个人物。 他的身形比螳螂人更加模糊, 仔细看的话才会发现两个灰人下面还有一个人影平躺在那里。 将画面放大,将亮度提高, 又一个脸部轮廓渐渐浮现了出来。 马里奥最后的结论是, 有两个具有相似特征的人物, 和第三个相对较瘦弱的棕色昆虫外观生物, 正在对第四个平躺的人物进行检查, 或者实施某种动作。 这个发现让马里奥非常担忧, 说实话也让我感到不安。 可能大家也想到了, 平躺的生物有可能是一个人类。 也许那些不绝于耳的外星人绑架案中, 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看完这期节目, 不知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 另外大家如果有什么想看的题材, 也欢迎给我留言。 如果题材合适的话, 我会考虑制作。 好,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 我是灵溪, 我们下个星期天再见。